Command Codes Verified Engage 如果最後一個畫面沒有出現完成這個按鈕 那就是沒有成功 一定要有這個完成的按鈕才是成功的 首先更新 之後 手錶的開關機方式不一樣 原本是左邊兩個按鍵短按 它現在變成左下角的按鍵長按 長按 長按 它就是開關機 那接下來我們開啟手機的藍芽 開啟手錶的藍芽一樣是左上角 長按 閃藍燈的 時候才可以做藍芽連結 配對模式 對 沒錯 這時候已經搜尋到了 Machine Watch 點進去 一樣 連結到的時候它會跟你講連到哪一支手機 嗯 對 那 我們找我的裝置已經連結了 它有一個i的符號 對 我們點i的符號進去 有一個顯示通知一定要開啟 不然所有的訊息 手錶它是不會接收到的 這時候已經完成了藍芽連結 然後完成藍芽連結之後我們就進去App 注意這時候這已經顯示已連結了 對 對 那我們就可以來做手錶的操作 因為它已經偵測到你的版本 嗯 它出現連結到Smart 因為為什麼它會有一個連結到Smart 因為 配合iPhone手機它是一個健康的App 對 當你進去健康的App 你可以搭配你的新綠袋 新綠袋 跟你的手機做搭配的時候 新綠袋的數據 會傳輸到你的手機上 嗯 那Smart的功能就是說 它是雙向傳輸 當手機接收到的時候 它同時間它會把數據 傳送到手錶 嗯 對 並不是所有的手機它都有藍芽Smart的功能 OK 是因為 iPhone它這支手機 有到藍芽Smart的功能 對 那 什麼手機才有藍芽Smart的功能 基本上它的藍芽規格一定要到4.0米 這是很基本的 對基本的4.0米 對 就算它是藍芽4.0米 對 的規格 它也不一定有藍芽Smart 這一個功能 對 其實所以 出現藍芽Smart的功能 是看你手機 並不是手錶的意思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從最簡單的 勿勞模式 嗯 當你開啟之後 你所有的訊息 就不會推播到手錶 OK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小時 鬧鈴 嗯 當你開啟之後 嗯 點右邊的 鍵頭 嗯 點右邊的鍵頭 嗯 會出現這個畫面 那它怎麼設定呢 設定分鐘 假如 我是設定10分鐘 開始是早上6點 結束是晚上10點 等於是說 6點10分 7點10分 8點10分 音訊下來 到9點10分 就結束了 因為 你結束是10點 所以10點10分 它並不會震動 等於是說 它每一個小時的分鐘 對 這是每小時震動 是 無聲震靈 就是鬧鐘啦 OK 按這個加 然後你進行設定 幾點幾分震動 哦 這樣子 OK 對不對 這也是新購的功能哦 對對對 沒錯 這些都是新生的功能 那它這個就是說 當你 設鬧鐘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這裡解除 或者是透過手錶解除 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OK 通知 等於是說 基本上 大家常用的 App 全部它都出現了 現在就全部都有了 對 什麼Line啊 Facebook WeChat Whats ADB 只要你手機有安裝的 常用的通訊軟體 它都會顯示 對 那這個長條 短條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震動模式 像這個 震動的Pattern 對 你現在臉書有人傳訊息給你 它就是長震一次 對 那要怎麼 有了有 Line進來 Line進來 對 OK 對 它一樣跑馬燈的方式做顯示 那你要設定它的 震動模式 你就點這個長條形的 對 就 它有四個嘛 哦 長短 對對對 長短 長短 對 然後 這個就是 一些震動 這些全部都有 太棒了 對 而且馬上都是做即時的 對 那狀態顯示 其實就是一模一樣 並沒有做改變 設定上 語言之前 語言 這邊 一樣 維持都沒有做改變 對 細鎖就是 當藍牙斷線的時候 會震動顯示 對 就手機離開 跟手錶分離的時候 對 對 這裡 Pone Number Pone Number 就是 出體字 但是是數字 才有出體 數字的部分 對對對 電話號碼 對 沒錯 那你在這個設定的頁面上 有更改任何東西 一定要按儲存 OK 對 你這裡要按儲存 這個 才會跟著改變 那我們現在來看手錶 好 現在是出體字 對 現在是出體字 現在數字方面 它都變成出體字 對 這樣 帥 還有最高到最低 對 好 還有一個功能 是 只有搭配iPhone手機 才有的 音樂模式 對 那 它是怎麼使用 你iPhone手機 它有一個 音樂 App 音樂 好 隨便點一個播放 然後我們就 點進去 音樂模式 對 點進去之後 短按 短按是暫停或繼續播放 對 那長按的話 是什麼 你看 它畫面跳下一首 OK 對 好 再長按一次這樣 對 好 那我再長按 然後換下一首 那短按就是暫停或播放 這樣子 現在聲音從哪裡出來 欸 現在是從手 手機 因為你沒有開啟A2DP的功能 對 你開啟A2DP就是從手錶發出來 對 所以很特殊 這個是只有搭配iPhone手機 才會有 音樂模式 OK 搭配Angel手機 並沒有這個模式 欸 那這樣子我們在車上 如果用Airplane的話 就可以透過手錶來換取 就不用再拿手機 欸 這樣不錯喔 這方式好 對 好 好 再來還有一個 這個 原本沒有的這個 音量 原本是123 現在多了一個C 這個C並不是調整音量的大小 他是調整 你在通話的清晰度 是說你在很吵雜的時候 你需要做一個通話清晰的功能 你就把這個音量模式調到C 對對對 所以C跟大小聲沒有關係 他是增加辨識度 對 那DND就是我剛剛說的 霧擾模式 相機模式一樣 對 其他的功能沒有做改變 對 那重點就是開關機 開的方式 對對對 長按 對對對 沒錯 那跟這個 這一代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一代是功能上面 你要不要順便講一下 這一代其實功能 跟這個是一模一樣 但是就是 沒有 講通話的 通話的部分 對對對 所以也沒有聲風的部分 ok 而且剛剛我看架起來便宜很多齁 對啊 帥 好 ok 感謝 所以大家已經有這個了 要趕快升級認定一下 差非常多 對對對 好 好 謝謝啦